我们玩路亚最主要的工具就是干卷线 所以钓后清洁和定期保养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像我都玩海水居多 更要把附着在钓组上的盐分清除 并做好防水防袖防腐蚀的保养 做实钓后清洁加上定期保养 不但能减少故障发生机率 更能增加钓组的寿命 今天会分两章节来介绍钓后基本清洁 与简易保养的步骤 首先说明钓后的基本情节 我们钓鱼99%都在户外活动 所以多少会碰到风沙或是带杂质的水 海钓的话又会加上盐分的侵蚀 长久下来一定会对钓组的各个部件造成伤害 例如导环生锈 准线器卡顿 线的弱化等等 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会产生 但还好 钓后清洁非常简单且快速 只要用清水清洗就可以了 首先从钢子开始说明 只要拿脸膨头或是水管 开长温水清洗就可以 把附着在钢子上的脏污 盐分清洗掉 再来特别清洁导环的部分 可以用手或毛巾 从第一颗导环开始 一颗一颗由上瓦下做清洁 有一个很推荐的清洁导环工具 那就是海绵奶嘴刷 适合用来清洁像导环这种构造的东西 冲洗完毕后再拿干毛巾用轻压的方式 把水分吸干 拿到通风的地方阴干即可 然后换清洁卷线器 首先把线杯锁到最紧 以防止水冲到线杯内部 用水龙头或是脸膨头都可以 建议出水量不要太强劲 大概这种像下雨的程度即可 卷线器方向朝上 千万不要倒过来 不然内部会进水 重点在清洁线和这些容易卡盐的部件 但千万不要过度清洁 只要把盐分清洗掉就好 洗完把水甩掉 再用干毛巾把多余的水分吸干 把线杯拆下来放在毛巾上 放在通风处应干即可 再来就进入第二章节 简易保养 我教的是简易保养 并不会做拆解 主要是各个重要部位上油 以做好防水防污防锈与润滑 卷线器强烈建议使用专门的保养油 就用这一组Glyse和Oil 而PE线使用这一款 可以附加涂层 恢复增加滑顺度 而干子是会用斯卡蒂的高分子细油 那因为我有比较多的多结干 所以还有特别买 涂抹在干剂部分的干剂蜡 等一下一起说明 首先要注意的是 清洁后的水分都因干后 才可以进行保养 好 开始进入保养 我的第一步先把线卸下来 可以使用Flox的这款上下线器 需要和电钻配合使用的 收上这线盘就可以拿去泡水洗一下 这样洗能比线还在线杯上 更能把盐分清除干净 洗完后要等三天以上硬干 注意一定要等到干 然后再均匀喷上这个PE线保护涂层 滑顺度会恢复非常多 因为新的PE线经过多次使用后 上面的涂层一定会脱落并且裂化 线也会变越来越粗糙 抛头距离会大大的减少 遇到这种问题的解决方式 就是剪掉前面比较毛皂的部分 通常会需要剪掉10公尺 然后喷上PE线保护涂层 以增加PE线寿命和滑顺度 喷完就放着等一天 涂层干燥后就可以使用 再来换卷线器本体 Hoyeru和Grease的使用部位 就照着说明书 哪个地方就喷上什么 写得很清楚 各个部位都喷一点点就好 不需要喷很多 多余的用卫生纸擦掉即可 换到杆子 杆子部分最简单 拿个干净的布 像这样 整体喷上斯卡蒂喷雾细油 整体擦拭均匀 布上残留的细油 可以再用来擦拭导环 和金属的陶瓷部分 然后干剂部分 可以涂上 Smith的这款干剂蜡 尤其是多结肝使用者 有涂过干剂蜡后 就不会再发生拔不开 或是轻易分开的状况 以上介绍完 掉后基本清洁和简易保养了 是不是很简单且快速 调后基本清洁只要花5分钟 简易保养只要花15分钟就可以完成 但建议每隔一年做一次卷线器的深层保养 深层保养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专业的 强烈建议交给专业人士处理会比较好 例如鱼拓就有一年一次的保养服务 但前提是你的卷线器要在鱼拓购买 并且是鱼拓会员 所以推荐各位买 SIMANO或是DAIWA的卷线器 最好还是到鱼拓门市购买 虽然价格不会是最便宜的 但有保养和送修的售后服务 会发现价格稍微高一点是值得的 公寓扇骑士 必先立起器 落实清洁与保养 钓鱼时才不会有突发抓挂 毁了难得的钓鱼行程 也祝各位的钓具寿命长久 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 拜拜